探险中国,探际气坑洞 队友他们在岸上等着过 我先往前探陨段度 前面需要游泳才能通过 这个动道越来越低了 水已经静止不动了 看这个都是浑浊的水面 人转不过去 这里就是气坑洞的尽头 队友毛毛担心我的安危 也跟着过来了 我们的这个衣服都是防水的 好,现在附近的阿琴又来了 像这小鱼儿一样 自由自在的遨游 他的游泳技术非常的好 体能力非常的强 我都不如他 在7K洞的底部 当然也来个摆拍咯 我现在把运动相机放在包上 给我们四个人来一个猴鹰 阿琴给到底了 这里就是7K洞的尽头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我也来喝一嗓子 现在毛毛一来摆拍一下 激励一下 在返程的图中又看到一条毛鱼 哇,这次拍的毛鱼挺稀哦 也巴掌那么长 这是什么品种 有人认识的没 真漂亮 天号子讲说是尼秋的一种 不知道这个毛鱼在这里生存了多长时间 身体已经白化了 鱼鳍都是透明 因为碳底耗费了大量的能量 现在我们补充一点吃的 吃点牛肉干 还有豆腐干 吃好之后 我们继续出发 翻越极星地方 这里的动作是极其复杂的 我们在这里迷路迷了差不多一个县 四处找路 这里的动作非常复杂 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空间 景情出现的这片景象太震撼了 像是一幅山水画一样 大自然的宝藏 右边还是特明的 左边是一幅竹子 水墨竹 好,又要钻狗洞了 它这种大洞 狗洞它是必不可少 如果没有干一或者干一进水 在这种洞穴环境下 极容易失温 现在毛毛一从对面钻过来了 不过呢 这样看 其实它不碰 只是洞口太小了 好,钻过来 我们继续迎着水流的方向出发 反方向出发 太艰难了 不容易啊 来到这里 又是一个狗洞 队长回去干紧紧飞了 感觉就像孙悟空被摇到了五指山一样 一腰就是 太有空了 我把你摇摇取下来 好 终于上来了 这真是刚刚好 嗯 再碰一点都出来了 再碰一点都出不来了 所以碳动为什么要瘦的 瘦的好钻动 看这个开上去多小 既艰醒也刺激 这是红花玉吗 现在来到了瀑布底下 我们准备爬上60米高的瀑布 返回到营地睡觉 只能用震撼来形容 哇 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狱之窟 我们两名队员正在上升 地狱之窟啊 我哪个去 看这个窟窟多壮观呀 哇 下面是地狱之湖 现在回到了营地 此处的海拔是760米 我们把对讲机的定池都换上新的 整理装备 把第二床都收起来 准备 出发 我们这个第二床设拉起来 空间还是很小的 只有一个群头那么大小 看一下 多出来的空间可以多放些吃的 看他们这帮人在讨论什么呢 我给他们来个集体照 哇 居然看到一只棕色的蝙蝠 这很少镜呀 在离开营地之后 把所有的东西都洗干净 不然会发霉 便把垃圾带走 我们所有的物资都已经收拾完成了 现在准备上去了 这是最大的一个竖井的底下 现在我准备爬山 这次用的绳子主要是7毫米和8毫米的 一点弹性都没有 不像经历神一样 你要是像100米的高度 他弹一弹一弹的 那脑刺激了 队友现在爬到一半了 这种单颗锚顶 挂几个人都没问题 这次这个洞很深 我们带的所有锚顶 都是轻的 轻量化 好 在和平柴站 卯安交软锡扣 这里又是一个大的竖井爬上来了 队长安排了写明 在300米的这个地方接应我们 但是奈何体力不支 所以直接爬到了第二营地去睡觉了 然后这一个无封龟一样 这下面的这里像是无封的嘴巴 背着一步 然后过来 这里又是一个树梁 从底下望上去 这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我们再看一下下方的一个高度 毛毛一上来了 既担心又害怕 但是总是那么的刺激 从上往下看 就像是一只地狱的引擎 绳子实在太多 我们一个人钓个300米成的绳子 再加一个包 往上爬升 在这里绳子容易被卡住 我们先把他捞上来一段进行转移 再继续上升 再继续上升 尽少他的摩擦力 这样捞起来更快 从这里上去 就可以到达第二营地了 也就是队友 夏明和毛帮主休息的地方 队长他是直接返回的 现在屠夫下来帮我们运送一点物资 现在我娘的活儿已轻松多了 现在毛毛继续往上爬升 这包也不轻 又带了三个包 还有一个背包 上面抓上去就是那个狗洞了 这个不知道是腿骨 还是什么骨 看一下后面这个小小的洞枪 又看到了一根骨头 哇 这根骨头比刚刚落根还要粗 有我的手臂的半个手臂那么粗 现在感觉心里有点发寒 毛毛现在已经精品地劲了 他在往上爬升的时候 一直问帅帅帅帅 还有多长咱们可以出洞呀 一直问一直问 哇塞体力仪式不容下去 五个包现在 下面现在还有三个包 加一个小包 现在轮到我来爬了 我已经看到欲酿在向我招手了 看前方的洞口越来越近 两旁的洞壁上长满了青草 最后二米的高度 马上就出洞了 出洞的心情还是挺愉悦的 在这里还能看到肉气不断地从洞底往外冒出来 我的镜头已经被这个雾气给磨缝了 现在感觉到很冷 外面的气温是零度 我现在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车里面去享受空调的温暖 在洞底的时候还不觉得 一上来 刺骨的寒冷 习命扑来 神工包现在已上来了 把垃圾倒在急救坛里面 把它包裹着 神包留着 下次继续用 垃圾把它包裹起来 放在后备箱 有垃圾坑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扔掉 这次探测总共花费三天四夜 其行动 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收看